婚外有情不得安宁 有人说婚外情是因为孤单寂寞冷 也有人说婚外情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情不自禁 不管如何玩婚外情的人都不值得同情 今生都不得安宁 孟奇于四年前结婚了 儿子已经三岁了 总的来说婚姻还是幸福的 老公在外赚钱 只要自己带好儿子就行了 闲来无事 孟奇拿起手机玩起了微信 加了一个附近的人 这个人挺有趣的 逗得孟奇笑个不停 聊得越多 了解得越深 越是喜欢 她也是个已婚人士 也是觉得人生了无生趣 他们相约于一间咖啡厅靠窗的位置 孟奇静静地等着 她来了 早就看见过她的相片 没想到真人是这么的有魅力 婚外情一开始很好玩 很有激情 次数多了也就腻了 这时候的孟奇想抽身而退 可惜她不准 孟奇厌烦偷偷摸摸 担惊受怕的日子 怕家人发现 怕外人发现 庄云 孟奇忍受不了她的纠缠 问她 怎么才可以放过她 她说 十万分口费 不然免贪 孟奇的心瞬间崩溃 曾经的有情有义 变成现在的狮子大开口 人心险恶 欲望永无止境 孟奇给了钱之后 她消失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也许是钱花完了吧 也许是觉得孟奇好纠缠吧 继续骚扰威胁 孟奇也想过报警 可是没有打酿 因为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下掌 纸永远抱不住火 事情终于白露了 孟奇被老公抓了个线着 这一刻 孟奇的心 不知是喜是悲 总算解脱了 也一无所有了 换个地方 也许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 可不可以重新开始 只有她自己知道 可以知道的是 她此生必定不得爱你 婚外情总是那么的刺激 那么的令人向往 当你踏出这一步之后 你才会发现并且明白 婚外有情不得爱你